最近霍金逝世了,但令人非解的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和讨论,却是霍金与杨振宁之间的比较。 从科学成就来说,杨振宁应该至少甩霍金十条街吧,但是,为什么这么更为厉害的杨振宁,在国人内心中地位却不高,更为重要的是如此杰出的科学家却不广为人知。 科学成就上,杨振宁取得了如下主要成就,这些研究还不全,相关的成就已在网上有很多介绍,这里不一一赘述,被誉为是二十世界后半叶伟大的物理成就。 二,语称不守恒理论诺贝尔强工作,与纽约理论,变质群,耗布代数,载质群理论都有一切的关系。 这个理论精品,像一个小而精致的贝壳至极魅力不减,不觉得以下可能是杨振宁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高的原因,只是在老年的时候回到清华大学任教,这个与邓家仙等人完全相反,相关的内容被反复报告过。 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,我们老师还讲,杨振宁对中国好像没有什么贡献,就是回来想不到,但我觉得杨振宁即使在晚年回到祖国,因为中国的教育和物理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为中国教育和物理事业打开了国际窗口。 这很重要,像中国科研与世界接轨,并推荐了很多国内外人才,杨振宁与邓家县,国人的生活压力感觉很大,大多数人还是关心挣钱买房,关心菜艺油盐和养儿育女,关心科学有什么用呢? 又不能带来收入的提高,又不能解决生活中实际的问题,就我所知,大家可谈论的焦点就是,某某家今年发财了,某某家今年娶了一个漂亮媳妇,某某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外人很少有人知道,何况在国外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杨振宁呢? 大多数人压力大,在科学方面,国内媒体更关心,谁能更快获得了诺贝尔奖,每年都大肆报道诺贝尔级成果,其实谁知道这项研究成果,是否能获得了诺贝尔奖。 国内媒体特别喜欢报道某某明星整容了,某某明星生软了,某某明星又与某某有绯闻,某某明星出轨了等等,我感觉可能是国内人中追星的群体太多。 技术打,容易引起人们更为广泛的关注,无意法与那扎,听到最多的就是杨振宁与理政道之间关于成果的词笔问题,而且还有大量相关的书籍,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解决。 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,在科学界,只有第一,没有第二,因此诺贝尔级别工作和获奖,必然会伴随此逼事件,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关于微积分的关注问题。 另外,杨振宁取了翁三,两者年龄相差太大,突破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和观念,大家都受不了,好像只要杨振宁和翁三有什么风吹草动,特别是不好的事情,网上调侃的新闻就特别多,我感觉这也没啥,他们之间可能是真爱了。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年轻小伙子跟老大妈谈恋爱和结婚了,杨振宁与李正道,貌似很恩爱的夫妻俩,个人觉得杨振宁这么牛掰,至少是物理学大师之中的大师,大家应该从正面多多了解。 本人对物理学还置之甚少,不足之处放尽量解,不对之处请指正,只想让大家知道牛掰的杨振宁,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么牛掰的科学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